宇宙最强超能力者竟然变身份毛软妹 这开局极王炸的套路 除了我们最爱的七神还有谁 只不过第二季刚开始就敢玩性传扑雷 以后会发生什么我都不敢想啦 七神变身也是有原因的 附近的西点店举办了一场甜品资助活动 但人家规定仅限女性参加 试天如命的七神好不犹豫的就变了 本以为可以吃个痛快 不料三名女生的出现脚乱了这场计划 她们正是七神在学校里的朋友 女神辛美 恋爱脑梦圆 以及大卫王千里 这三人见七神身穿校服 竟然自来手的凑上了拼桌 安静的恰都市时间被迫变成涟漪 七神表示醒了很累 星转七神自称粒子 他想靠这个假名蒙混过关 但吃甜品的环节也是惊险连连 因为吃相太过眼熟而差点暴露身份 辛美更是从她的书包里 找到了写有七神名字的课本 吃一下BBQ了 这种级别的笨蛋在七神周围占绝大多数 所以他们的出现被七神称之为 灰难 为了避开朋友们过于极端的热情 新年一世 七神特意躲在家中 心想着 我在家看电视 总不会见到那群家伙了吧 谁知她还是太年轻了 本营喜庆的新年的贺岁节目 特要嘉宾是新美的妹孔哥哥六神 OK话不多说直接换台 另一个频道播出的是 搞笑艺人的街拍节目 他们竟然随机采访到了七神的爸妈 脱陷的父母当着镜头 表演起了行为艺术 看得七神整个人都射死了 他决定换台看答题节目 怎料答题节目的嘉宾竟然是憨憨然堂 他那充满智慧的表演 让七神眼前一黑 燃堂的场外助阵 是中二少年海棠 这哥俩不愧是窝龙凤厨 在节目现场发电 人家问地他答天 直播效果太好 以至于像是直播事故 接下来 电视节目仿佛和七神杠上了 采访豪宅的节目里 出现了大少爷财虎 千里在大卫王挑战中登场 小绿成为了魔术节目的嘉宾 棒球比赛里浮现热血班长 灰铝的影子 法治节目报道了 通灵者鸟树被抓的新闻 就在心累的七神 打算关掉电视之时 电视里甚至播出了 秦慕男雄的灾难第一季 好嘛 官方网梗最为致命呀 蝴蝶效应有多可怕 七神因为没有听爸妈聊 当年的感情事 第二天醒来 世界都毁灭了 这千奇百怪的展开 真的是有够离谱呢 原来 七神头顶的超能力控制器 出了点问题 以叫醒来 竟然回到了二十年前 这个通讯 基本靠吼的时代 让七神相当陌生 好在 他在街上 见到了好哥们儿燃堂 但燃堂 却好似完全不认识他 七神这才搞清楚情况 这是燃堂的爸爸呀 燃爸此时 想要搭讪 街边的一名学生妹 七神定睛一看 这不是我妈妈 这让他突然想到一件事 自己的爸妈 就是在二十年前的 今天相遇的 果不其然 年轻的七爸 在街角车线 本应该浪漫相遇的 两人竟然擦肩而过 七神顿时感到一阵天旋地转 他想起了爸妈的感情史 那一天 老爸在街头 救下了被混混沉上的老妈 两人就此相识 而那小混混 其实就是燃爸 七神的出现 阻止了燃爸做坏事 也导致七神的爸妈 失去了相遇的机会 这下坏了 根据祖父悖论 七神早晚也会 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 为了保住自己 七神鼓动燃爸 继续当流氓 但废物七爸 却在这时怂了 再这么下去 怕不是未来会发展成这样 为避免这个可怕的展开 七神用超能力 随机辐射了一名路人 将七爸丢向燃爸 这下世界线收束 七神终于可以回到 二十年后了 谁知 二十年后的窗外 竟然是一片废墟 说着墨西干的鸟树 出现在他的面前 鸟树对七神的出现 很是震惊 因为这条时间线的 七神早就死了 在他死后不久 一名科学家 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从而使世界 变成了这副模样 那名科学家叫做空柱 正是七神的亲哥哥 这个展开 把七神搞得非常无语 他一个瞬移 来到空柱的办公室 哥哥对七神的出现 表现得非常惊讶 甚至提出了一种猜想 面对这个看过剧本的家伙 七神也懒得废话 他询问哥哥 为什么要引发战争 空柱却无辜地表示 我只是为了复活你 而造了一台时光机 结果全世界 为了争夺它 就打起来了 这个结果是 七神没有想到的 但既然哥哥有时光机 那就好办啦 七神用时光机 修复了时间线 回到了父母讲 请使的那天晚上 他决定坐下来好好听 并不是有多感兴趣 而是不想再经历一次 逆转未来啦 没有暖气的冬天 有多恐怖 小天使海腾 冻着瑟瑟发抖 寒寒然躺 都贴起了暖宝宝 不良少女压连 把自己裹成了粽子 幸亏班里还有一台暖炉 别误会啊 并不是用电的那种 而是能随时散发出 熊熊热血的半盏灰里 就在全班同学 为了余涵 纷纷缩成一个囚室 有一个人 却不用造这样的罪 他就是 副少爷彩虎 不来上学的他 可以在温暖的豪宅里 遨游 只是苦了其身等人 还要在放学后 将课堂笔 寄送到他手里 一行人来到彩虎家的宅邸 这里真可谓是金碧辉煌 随便一尊十项就值一亿 名过的画作 摆满了一走廊 彩虎以为 这些人肯定会被他 恐怖的财力所征服 没想到大家对此兴致缺缺 三十五亿一颗的宝石 哪要吃碗拉面开心啊 这让彩虎感到了 久违的挫败感 他决定向其身等人宣战 我一定会让你们跪舔我的 咱们走着瞧 几天后 彩虎主动邀请其身等人 去家里玩 他竟然将豪宅改造成了游乐场 海滕赫然堂瞬间被征服 鸦连还想要保持自我 劝说他们不要向 有钱势力低头 结果下一秒 他就被充满科技感的 指纹解锁大门勾了魂 走进游乐园 里面的景色更是重量级 彩虎竟然修建了一座游戏中心 市面上所有种类的街机 漫画 玩具 应有尽有 甚至还有无限序碑的饮品吧台 中二宅男海滕瞬间表示 这里就是天堂呀 亚林还想要坚持自我 没想到彩虎将他带到了一座车库 各种型号的机车 让亚林陷入了疯狂 骑神对着两个叛变革命的家伙嗤之以鼻 哼 你们玩吧 我就不奉陪了 彩虎却告诉他注意脚下哦 你面前的地板全都是甜品做的 所以想要吃吗 冷漠的机身表示 真香 完全沦陷的三人玩得忘乎所以 临走前 彩虎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了他们面前 傲慢地说道 你们知道我有多厉害了吧 海棠临亚林表示 莎莎你好厉害呀 所以下次来我们家玩吧 两人淳朴的热情让彩虎有些恍惚 这难道就是 朋友 那么重新归来的骑神 还将带来怎样有趣的日常生活呢 我是管姐 下期精彩继续